就说中秋前后吃蟹最好了,赶紧来安排秋天的第一餐三木蟹,快看看今晚的姜葱炒三木蟹有多绝,酥脆的外壳吸满酱汁包裹住鲜美的蟹肉,真的太太太好吃了。 买回来的三木蟹先倒出来清洗,先用一只牙刷把三木蟹,里里外外都刷个遍,先把蟹齐掰掉再来掰开它的盖子,去掉它的腮再用牙刷刷一刷,把蟹盖里的蟹味也给去了,再给它刷干净即可。 把三木蟹给它切个十字刀,分成均匀的四块,先来准备点配菜姜切丝,小葱切段青红辣椒切块,加入拌碗水先把酱汁调起来,来两圈蚝油,少许生抽,少许白糖,小半勺生粉,给它搅拌均匀备用。 准备点生粉,把三木蟹的切口给它沾上生粉,就这样沾好粉的三木蟹,一个个给它下油锅,给它煎到底不定型就把蟹盖加进去,用锅铲给它翻一翻,让每个蟹身都煎至金黄酥脆,看得到的金黄酥脆即可给它盛出盘备用。 锅内留底油加入姜丝,加入一半小葱,加入青红辣椒,给它翻炒出香味来。 闻到香味就把三木蟹给加进去,淋上刚刚调好的酱汁,给它翻炒均匀大火收汁,让酱汁全都给三木蟹给吸收了。 这时候把剩余的葱段给它加进去,再给它翻炒个五四三二一,马上盛出盘来。 鲜味十足,外酥里嫩好吃到舔手指的,姜葱炒三木蟹就搞定了。 学会了吗?学会了赶紧去试试做起来吧。